一套壁骨一名男童怀疑遭到母亲殴打重伤昏迷 警方已经将男童母亲逮捕 美国仍未决定是否对叙利亚出兵 联合国调查小组计划 明天离开叙利亚 晚上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五 欢迎您准时收看今天的国语晚间新闻节目 首先还是来关注本地方面 今天凌晨在一桃壁谷 警方成功解救了一名由于家庭暴力而受重伤的男童 这名男童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而他的母亲正在警局接受问讯 警方在今天凌晨接到一名男童的报警电话 称自己正在被打 紧接着电话被挂断 随后警方在1点10分左右 赶到位于Bloor Street 叫The West Mall的出事公寓 在抢行进入公寓到达出事套房时 一名头部受重伤的11岁男童在阳台上失去意识 奄奄一息 在把重伤男童送院治疗后 警方发现还有另外两名分别为8岁和6岁的儿童 受不同程度外伤 这三名儿童的母亲目前已经被逮捕 接受问讯 警方初步调查发现 伤害三名儿童的凶器主要是一些生活用品 但受重伤而失去意识的11岁男童 曾被冰箱砸中 目前另外两名年纪较小的儿童 已经被送到救助中心 具体情况尚在调查当中 今天凌晨 消防人员在北约克地区一处起火的民宅当中 发现了一具男尸 事发地点在临近Bayview加Finch Avenue的一栋房屋当中 消防队员在凌晨1点钟赶到着火现场 随后在卧室中发现一具男性尸体 目前死者身份还没有得到确认 死亡原因尚在调查当中 消防人员表示 大火自后院而起 随后点着了整栋房屋 具体起火原因尚在调查当中 再来看 为抗议本国政府允许外国电信营运商 参加即将在明年1月份举行的 700兆贺频段拍卖 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和 传播能源及造纸业工人工会 今天联合在市中心发起机会 联邦政府为了刺激本国电讯市场的竞争 在今年3月份制定一系列新规 并宣布拍卖700兆贺频段的使用权 获得700兆贺频段的使用权 能让电讯公司以更快的速度 传输更大的数据流量 此外 手机用户的接收信号强度也更好 美国电讯巨头Verizon表示 有兴趣参加竞拍 这就令本国三大电讯公司 罗扎士 贝尔和盐科 面临不小的威胁 由于担心外国电讯公司进入本国 导致本国公司蒙受损失 从而影响就业等一系列问题 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 以及传播能源及造纸业工人工会的工人 今天发起针对Verizon的游行活动 工会代表要求政府 应该先让Verizon做出承诺 包括确保本国民众不会失去工作 减低费用以及提高客户服务 既联邦自由党党魁贾斯汀杜鲁多 承认曾经吸食大麻之后 近日全国又有多位各级官员 承认曾经吸食 但总理哈珀在今天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时 嗤之以鼻 并批评了以杜鲁多为首的多位官员 不负责任的行为 哈珀在今天的讲话当中 批评联邦自由党在大麻合法化问题上的态度 当被记者问到是否也曾经吸食大麻时 哈珀嗤之以鼻 哈珀表示 由于从小患有哮喘 不可能吸食大麻或任何烟草 近日全国警察局长协会提议 将持有大麻的惩罚措施降低到签发告票 而不是提出刑事指控 哈珀表示正在研究该提议 并再次谴责联邦自由党在这个问题上缺乏判断力 根据一份最新的研究 青少年在发育期使用大麻会对脑部造成永久损害 对此自由党党魁杜鲁多称 这也是他提倡大麻合法化的原因 因为只有制定全面的规章制度 才能够更好地防止青少年 用非法手段获取大麻 好了 结果新闻之后 我们稍后休息 广告回来为您带来国际方面的新闻 稍后见 全新英文财经报导 洞悉中国到亚洲的经济动脉 发放更全面的财经信息 财经亚洲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准时为您报播 用英语纪录片的形式来记录变化中的东方 与世界各地的华人一起探讨 东方三十分钟带领大家探索世界 也让世界了解中国 眼睛里边的经状体的混测 引起了一个疾病 那么最常见症状就看不清楚 发现了白内障 可能和脂外线和营养 和身体的这个身体素质 和身体的其他疾病都有关系 主要就是吃的药了 效果都不怎么好 都是一般通通血管的 一笔眼水啊 过孤度的或者是过重的 对眼球的按摩 对眼部的组织 是一个寻伤 将中国各地的历史人文 和发明改变巳巳到来 由观众去发现和研究 以学者的角度专业评述 用英文将中国的文化传统 发扬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The subjects of medieval European paintings are posed in a stiff and lifeless manner Chinese paintings are graceful and engaging Wha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ra are found in their art? 欢迎回到晚间新闻 为您带来国际方面的消息 联合国专家继续调查 大马士革市郊 怀疑受到化学武器袭击的案件 明天会离开叙利亚 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汇报 联合国调查团 第三日到达大马士革市郊 怀疑受到化学武器袭击的地点 进行调查 途中有持枪的反对派武装分子 跟随 调查人员到达一处相信 受到化学武器袭击的建筑物后 戴上防毒面具进行搜证 他们本周六会离开叙利亚 随后向秘书长潘基文汇报 潘基文希望国际社会 给予调查团足够的时间 俄罗斯外交部 促请调查团到其他地点进行调查 包括阿勒坡三月一宗 怀疑有反对派发动的化学武器袭击 又指出 俄罗斯也有就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袭击 几座报告 国际社会都应参考报告内容 叙利亚局势持续不稳 内战爆发两年半以来 至少十万人死亡 国际红十字会表示 当地严重缺乏医疗设备和粮食 尤其是大马士哥市郊 如果冲突再度升级 只会加剧人道危机 美国寻求西方国家支持 向叙利亚动武的计划受到了挫折 英国国会否决出兵叙利亚的议案 美国官员回应 华盛顿可能单方面采取有限度的军事行动 美国情报机构稍后将发表 叙利亚政府是否使用化学武器的评估报告 情报官员透露 在预袭地区搜集的样本 几乎可以肯定是叙利亚政府军 发动了化学武器袭击 情报机构截取叙利亚军方中央司令部 与前线官兵的对话相信发动化学武器袭击的初步决定 是由前线指挥官发出 但还没有能够确定是否由总统巴薩尔亲自下令 美国企图寻求西方国家支持 向叙利亚动武的计划受到挫折 英国国会以285票对272票否决政府提出的动武议案 首相卡梅伦表示 政府不会绕过国会出兵 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回应指出 在没有盟友支持下 美国可能单方面向叙利亚采取有限度的军事行动 总统奥巴马在做出决定前 会以美国的最佳利益为重 不过美国国会众议院140名议员 向总统奥巴马发出联名签署信 要求他在决定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前 必须获得国会的授权 这是美国宪法和73年战争权立法所规定 国际间对美国出兵计划有反对声音 外长王毅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就叙利亚局势通电话 王毅强调 在查明真相前不应强行推动案例会采取行动 他指出 军事手段解决不了叙利亚问题 外部军事干预有违联合国宪章宗旨 只会造成更多平民伤亡 加剧中东局势动荡 政治解决仍是叙利亚问题的唯一出路 而在华盛顿的白宫外和纽约的时代广场 有民众聚集抗议奥巴马政府企图向叙利亚动武 要求美国不要插手叙利亚问题 巴基斯坦司法部推翻协助美国追捕基地组织领袖拉登的医生 因叛国而判监33年的判决 案件将会重审 巴基斯坦医生阿富里迪 前年向美国中情局提供本拉登行踪 协助追捕拉登 去年5月被裁定叛国罪成立 刑期33年 巴基斯坦司法部决定推翻判决 原因是去年负责审理案件的官员地位只等同裁判官 没有权力审理 理应由更高级地位等同法官的官员审理 下令重审此案 但暂时还没有公布审讯日期 阿富里迪会继续被拘留在白沙瓦监狱直至审讯结束 律师表示会申请尽快开审 巴基斯坦很多民众不满阿富里迪协助美国追捕拉登 有武装组织甚至扬言要杀害他 如果阿富里迪祸判无罪出狱 可能会再次激发民众不满情绪 阿富里迪卢 阿富里迪卢